欢迎再度回到非凡大探索 又到了今天好吃按个赞的单元 今天我们要为您介绍这家 从台中发迹的美式轻食店 2011年才创业 但是短短时间 现在已经迅速扩展到66家分店 店里头主打的是吐司三明治 包入了赤丝之外还有火腿 不过一整份厚达5公分 可以说是分量十足 除了之外呢 另外同样是店里头的招牌菜 青酱蛤蜊炖饭 里头放进的是400公克的蛤蜊 一口咬下去 每一口都吃得到青酱的浓郁 还有蛤蜊的鲜甜 还要推荐您最吸睛的 莫过于这杯柠檬冰沙 上面摆的是一大朵的棉花糖 不仅造型吸睛 酸酸甜甜的滋味 是很多女性朋友的最爱 整份厚达5公分的大份量三明治 厚切的白吐司吃来扎实松软 加入了起司和火腿 整份吃完超有饱足感 香脆汉堡包入的不是猪排或牛肉排 而是犹如少女心脏滑嫩的欧姆蛋和香煎马鸣薯泥 咸甜交错的滋味 幸福感油然而生 结合青食 下午茶 早午餐 这间美式青食餐厅 从2011年创业至今 在全台已经有66家分店 黄黑色调的装潢设计 简约大方的美式休闲风 就是要让客人能无知无数 大口尝美食 就希望客人进来店里面 都可以感觉到很放松 很休闲 然后可以进来好好的大吃一顿 就是好像在邻居家 然后就可以去好好的吃顿饭这样子 就希望给客人很美式 很休闲的感觉 这里的餐点强调大份量 招牌三明治 美味关键在于扎实松软的吐司 是特别请厂商定做的 这道超人气早餐搭配欧姆蛋和生菜 健康又一样 与厚实的三明治吃在嘴里 让您一整天活力满满 它的厚度就是比一般外面的橘子片来的还好 就是可能两倍这样比较厚 然后再配上它里面的那个气质跟火腿的步伐 然后还有一些超血的美乃滋 然后吞下去也比较润 不会说就是太干之类的 能吃饱又吃巧的还有这一位 忘听名字就诱人食欲的少女星的汉堡大叔 因为它分量很大 就是汉堡就是男生嘛 所以是汉堡大叔 但是吃起来里面就是外面脆脆甜甜的 然后里面又有马铃薯绵绵的这样子 所以取名就叫做少女星的汉堡大叔 如叠叠勒般 一层马铃薯泥 一层滑嫩欧姆蛋 这道少女星的汉堡大叔 内馅马铃薯泥和欧姆蛋 犹如少女星般的柔软 吃在嘴里绵密滑口 但香味浓 搭配一旁咸香的培根 清爽的美式style 让人一口接一口 豪迈的倒入40颗蛤蜊 与蒜和洋葱一起翻炒 经过热气加持 蛤蜊串出整整香气 开口笑见客 接着重要配角 青酱炖饭 加入浓郁的青酱 米粒瞬间焕然一新 穿上绿色新衣 再不绿色的放上整整400克的鲜莓蛤蜊 米粒仅仅吸附着蛤蜊的鲜莓湯汁 与青酱的浓郁 分量十足 美味满分 蛮爽口的 跟生菜一起搭配 觉得还不错 外层维酥 内馅松软 点缀满满生菜的鲫鱼松饼 口味相当清爽 可以吃到很多生菜 外吹的松饼 与厚厚一层的鲫鱼沙拉 一起入口 越嚼越香 再搭配浓郁的木瓜牛奶 更是对味 喝得到木瓜淡淡的甜香 与浓郁的奶香 是店内首吃一指的超人气饮品 现打的柠檬冰沙 加入柠檬片和香草冰淇淋 酸甜滋味形成强烈对比 但最吸睛的就是这台棉花糖机 透过零星力 白色糖因围绕在竹签上 有了一朵白仁的棉花糖 可爱豆翅的模样 替柠檬冰沙戴上帽子 外型超抢戏 这杯香草清零飘飘 喝在嘴里清凉舒爽 最适合夏天品尝 外型造型很棒 就是跟人家比较不一样 比较特色 一大桶的梅花糖放在上面 反正就应该年轻人会很喜欢 透气凉的饮品 还有这杯凤梨冰沙 尝得到百香果 柠檬 苹果和凤梨四种水果 丰富的维他命C 美味又健康 用品意近人的价格 就能享用到的大份量美食清食 这家美食连锁餐厅 2013年年底袭井大陆 在沈阳开设第一家门市 未来要积极拓产大陆市场 要一举攻陷路客的味蕾